大家好,我是Mr.Edmond,今天會講的就是S2的5th Class from Exercise 9A 語線及三角形相關的角 這次的範疇就是演繹證明的 我們會利用幾何理由來證明一些東西 如果有幾何理由,我們會大致分開一、二、三、四、五、五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當然就是一條直線 一條直線沒什麼玩的,就是直線上的角就是180度,直線上的輪角 反過來,如果加上直線上的角就是180度 我們就說,因為角加上的180度 所以AOC就是一條直線,理由就是輪角互補 第二部分,我們會講兩條直線 兩條直線,最簡單就是對頂角 A等於B,C等於D 另外,如果多過兩條直線的代項 比如幾條線的話,我們就就同頂角 所有角度加起來的圓圈 圓圈就是360度 第三件事就是先玩平衡線 記住,平衡線永遠不會相交 所以要多條指線 你看到F是同位角 你看到Z是內錯角 你看到C是同盆內角 是這麼多 第四部分就是反過來玩 例如你看到有對角雙等 如果對角雙等 例如A等於B 有做到F形出來 反過來,那對線平衡 我們是同位角雙等 另一個在一對線上 加一條交線 你發覺有一對角雙等 例如C和D 做到Z 我們就來錯角雙等 最後你在場景裡 看到類似C的物體 例如E加F 兩隻角加上180度 我們就同盆內角互補 就證明它是平衡線 OK 第三個部分 只要我們知道平衡線 我們就說對角雙等 第四個部分 只要我們知道對角一樣 我們就證明它是平衡線 這樣就反過來玩 去到第五部分 就是玩三角形 三角形內角 和160度就不用說了 我們今個學期 就學了三角形外角 就是第一隻角加第二隻角 就等於第三角的外角 還有一些東西 就是原來三角形 我們除了玩三角落角和 三角外角之外 還有等腰三角形的底角 OK 又或者知道對角相等 對邊都是相等 那就叫等角對等邊 OK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等腰三角形的性質 你看到這裡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就是 那條的所謂的底 就是平分了 OK 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就是 有一個類似高的線 在這裡 就平分了整隻角 B、A、C 又或者最後一個條件 就告訴你AD 就是垂直於BC 其實告訴你AD 就是這個三角的高 只要三個 如果是一個條件成立 另外兩個條件都成立 OK 那最後當然就是 等邊三個人的性質 如果三條邊相等 就是等邊三個人 這個性質告訴我們 就是每隻角都60度 OK 反過來 只要每隻角都60度 我們就可以證到 他一個等邊三個人 咦 喂 Mr.So 你up就up三分幾鐘 我哪有多少 大家不用這麼緊張 我們只要在練習的時候 只要拿一些video 找相關的知識 先用它 你用得多就會記到 用得少你就記不到 所以你的功課要做得比較認真 就是這樣 好 這個video大概是一個重穩 介紹完那些幾個理由之後 我們下個video就做數了 多謝大家 拜拜